先前介绍过热火的几位落选秀 和总教练Aris Bostra的神智操作 回到台湾烂谈 也有一名教练 不仅拥有丰富的夺冠经验 也非常会在关键时刻 大胆启用角色球员 现在他正在率领富邦勇士 激战总冠军赛 今天就来帮大家介绍 许总许静哲的故事 还有在他手下 打出超神表现的球员吧 然后请期赞续 请期赞续 哈喽大家好 我是球员小编 AKA胖影 我只想找个球员资料 怎么连到国外网站都这么慢 不然就是有区域限制 没办法连结到底该怎么拍 嗯 诶 你是不是没办法登录国外网站 我推荐你一个超好用的BPM 真的假的 不过你怎么知道我在查国外球员的资料 哦 你我偷偷害击你的电脑看得到啊 那看来 我真的要是用 Surfshark VPN Surfshark VPN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 提供超过3200台的伺服器 提供稳定快速的连线品质 Surfshark VPN还可以绕过地理审查 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使用 能观赏拥有地理限制网站 YouTube或是Netflix影片 让我们这些云球迷在家 也能轻松观赏NBA官网的精华 并且畅游在国外网站 来了解海外球员资料和故事 另外Surfshark VPN同时还有严格的无记录政策 不会追踪用户浏览记录和个人资料 这样子我们再看国外运动转播 查询体坛资讯和新闻 都不怕担心各资外线啦 此外 不论是iOS还是Android系统都可以跨区使用 而且一个账号 可以在多个装置上使用 赶快找到自己的球友们一起体验看看吧 现在 只要输入频道优惠码Ballup 就可以享有专属优惠 还多送你三个月免费使用 并且还有30天无条件退款政策 让你使用起来更加安心 还在等什么呢 跟着胖爷一起使用Surfshark VPN吧 蔡文成篮球生涯总冠军 个人荣誉拿到手软 但他在篮球生涯并没有打过甲组球赛 事实上从小就喜欢打篮球的蔡文成 本来国中就要加入校队 但后来因为 定内国中的篮球队因故无法成立 升上基隆商工后 虽然开始顺利打球 不过身属姨祖确实对球界提升不大 大学旧的张翅大校队 也是属于篮球社团性质 当时已经先斩后奏从事篮球路的蔡文成 几乎失去了舞台 幸好在大四的时候 收到月盈利的邀请 到台湾银行视讯 黑链 结果才两天就召到球队退货 好在蔡文成在连练杯率领张翅大 打败有SBO球员 红之战率领在台北科技大学 这也开启他的SBO大门 对蔡文成印象深刻的红之战 马上将这号人物推荐给总教练许敬哲 在许总严格的战术体能训练下 蔡文成逐渐获得上场时间 从2009年开始成为中华队的常客 在2013年 更是一举获得年度MVP 总冠军赛MVP 年度第一队的肯定 成为史上第三位获得双料MVP的球员 也有了本土洋将的美名 帮助普务员成功建立王朝 身高虽然只有190公分 但是蔡文成 并不趋于在内线与对方的洋将对抗 只知身材 体能没有优势的他 大多用头脑与对手抗衡 甚至有许多PT网友 把他球缝跟马努Ginobili比较 虽然年纪的增长 蔡文成已经退居二线 但还是能遵照许总的刻表操课 并且督促年轻球员 继续传承他的经验 明明不是新竹人 却在新竹念出的周桂宇 在高中之前都没有打过家族的比赛 直到上了高中 回到台北就读南湖高中后 才渐渐打出身手 与队友简林兆被称作南湖双枪 在接下南湖战神 郑伯玉的棒子后 南湖依旧保有竞争力 尤其是周桂宇全能的球风 高三那年 场均17.4分 8.3篮板 4.1主攻 根据不少网友的看球经验 当时在HBO的周桂宇就像是Magic Johnson 高空位能突能投也能传 在当时主打跑轰战术的南湖高中 由周桂宇担任进攻发动警示 再是合不过 上了大学的周桂宇 加入的是刚从斗欧事件 回到甲一级的台师大 虽然一开始没有获得太多的上场时间 但经过一年的试音后 逐渐打出在南湖时期的风采 在剩下的大学三年 场均得分都达到了双位数 投篮命中率跟三分球命中率 也逐年上涨 同时也成为了中华白队的一员 即使包巴力不出色 但是身体条件已经具备职业的水准 在场上拥有超龄的判断力 还有不贪工的特质 都让周桂宇在大学时期的身价 水涨船高 在霹雳选修会被赴帮勇士选中后 游球队里有林志杰 蔡文成 张宗宪等中华队前辈卡位 菜鸟时期的周桂宇 上场时间遭到压缩 这也成为他更努力的原因 尤其老将们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法向年轻时打满整场 在练球时始终保持积极 并且心态稳重的周桂宇 获得了许总的青睐 在跟工程师的总冠军赛中 获得比例行赛多将近一倍的上场时间 他还用62.9%的投篮兵重率 跟扎实的防守 回报教练团 成功帮助球队拿下2.8 来到打得火热的总冠军赛 周桂宇再次打出身价 将今年最强的小洋将麦尼高 守到怀疑人生 让他在G2仅有13分的进账 还让他发生了6次失误 其实整个系列赛 麦尼高不断用垃圾化挑衅 依旧可以将对方防到出拐 丢头戴 不得不佩服周桂宇 在大赛时的沉着冷静 也佩服许总的大胆调度 最近因为入选年度第一队 防守第一队 最佳进步奖 还有社会世界 备受关注的三象军 国中时期就长到189公分 一看就是打篮球的料 但是这时候的他 还没有受过任何的正统篮球训练 直到透过堂哥的介绍 再进入了古堡加伤的篮球队 由于天赋异禀 在一年的训练后 逐渐站稳先发脚步 这时候已经长到205公分的他 带领身处 姨祖的古堡加伤 拿下了HBL 姨祖的亚军 确定篮球路的他 也为了之后更高的强度 而增重超过20公斤 虽然是姨祖出身 但是在高中毕业前 参加一场 Nighting的篮球活动 入选国手 还越级代表中华培训队 参加穷字杯 国家队的经历 也让曾祥军在辅大 更具威胁性 虽然没拿下过冠军 但四年来陆续收下 祖光王 篮板王 得分王等个人奖项 台南进去新希望 儼然诞生 毕业后的曾祥军 并没有投入SBL 而是选择已经加盟 ABL的富邦勇士 原因很简单 就是正中有大房东 曾文鼎可以当作取经的对象 在PV的菜鸟球季 就有6分6篮板的好成绩 以一个第一年打职业的新闻来说 曾祥军可以说是有好的开始 随着富邦拿下二连霸 主战中锋赛车夫 上市变多 曾文鼎转战T1联盟 徐总认为曾祥军 需要补上大房东的缺口 于是战略上 给予曾祥军 Pick and Roll跟Pick and Pop 不仅能在挡人后快速跟进 也可以拉到外围进行投射 让调度多了许多弹性 在防守端 更是完全不给对手大洋将面子 展开今年的比赛精华 看到大洋将在禁区 面对曾祥军识别的画面 欲见不鲜 他也获得了年度最佳进步奖的肯定 在台湾 能打仗职业的球员 在学生时代 几乎资历都很显赫 无奈 市场的规模不够大 并不是每一位球员 都会有很好的挥洒空间 拥有一名炒好菜的总教练 就非常重要 而富邦拿下是总教练 徐晶哲 是球关注认为 有如台湾Spotstrat 一样的存在 现年50岁的徐总 是第一届 再新中学篮球队的成员 在大学就如台北公众时期 一度是篮谈的明星球员 无奈在服役期间 遭遇膝盖十字韧带 断裂的伤势 不得不在24岁的年纪 就卸下球员身份 在黄旺牛教练身边 学习到了防守第一的选择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徐总 如此强调防守的原因 短暂待一年搜刷后 徐总就开始长达 8年的再新中学生涯 而回馈给母校最好的方式 就是培育更多的篮球好手 其中包含曾文鼎 吴戴豪 简佳虹等中华队的主战中锋 但随着再新中学篮球队的解散 徐总的下一站来到了SBL 接手的则是拥有满满年轻天赋 却无法兑现战绩的东风篮球队 而这次一待就是十年 这期间历经了转手 从百飞带局的东风 成为拿下连霸的浦渊 徐总也养出了许多 未来中华队的班底 就如同Spostra 在热火的指教方式 徐总的用人除了看防守之外 练球够不够认真 也是他的好娘之一 徐总执教生涯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 2013年的牙锦赛 面对拥有一件连 王之之的中国队 即使已经规划了新台湾人戴维斯 高度上还是非常失窥 外界完全不看好 中华队有跟中国一战的本钱 上半场一度落后 高达15分 没想到下半场风云变色 在黄金世代的老将和Q的发挥下 中华队不仅超前的比分 最后还以十八分之差 完成队史对中国队的首胜 赛之后四强止步 无缘2014年的西班牙世界杯 依旧不影响徐总是中华队最强教练的事实 随着霹雳的诞生 许多球迷渐渐开始关注了台湾篮球 此时就会有一派言论 表示不喜欢看一支球队长期垄断冠军 已经二连霸的富邦勇士 自然成为其他球队 球迷想要几败的对象 虽然阵中拥有活手资历的球员很多 但都已过了最黄金的年纪 许总却还是能在兼顾战绩的同时 也给予了年薪球员发挥的空间 说他是台湾篮坛最强的教练 一点都不为过 最后感谢这期影片 由ServeShop VPN赞助播出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啦 你认为还有哪些球员 在许总的调教下 也打出了不错的表现呢 欢迎在留言下方补充给我们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